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然后再对后市作压展望 总体来看今天市场分化非常明显 其实就是指数失真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但实际市场当中有将近3000家公司下跌 可以说亏钱效应非常明显 而我们看到今天早盘的时候直接出现情绪面超跌 指数的话快速回落 特别是大部分个股的跌幅扩大的非常明显 那么在最低点的时候有3000多家公司下跌 随后半有反弹 基本上符合我们前面的预判 很多人就在讲了指数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怎么看呢 首先明确第一点指数在这个位置属于反弹 第二点短期指数上涨的比较多 相对应的积累一些风险 所以后面未来指数会出现补跌 当然会一定是明天 不过指数在这个位置 如果不出现补跌的话 后面的市场将会非常难投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机构包括一些小的主力 不敢拉伸 因为指数在高位随时都有可能会下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很多人关心为什么今天指数上涨 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是汇率的影响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了 如果说汇率升值的话 那就相对应的北上资金流入会增加 我们看一下汇率短期有什么变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从昨天晚上开始 离岸这边的话就升值非常明显 而升值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达到了百分之零点四五左右 虽然说今天有板筹 但最后基本上也下了 这就是因为汇率升值 那么美元相对来说流入增加 这是第一点 当然了 这种延续性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了 它是一个双向波动 影响的话不是特别大 我们看北上资金今天流入了120亿左右 那么短期的话 它只是根据这种数字影响 北上资金的话 很多人讲 北上资金为什么那么准 其实很简单 北上资金是按照技术面来的 包括消息面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严谨 而我们在分析市场的时候 也要严谨一点 接着我们再回到A股当中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指数的情况 今天指数的话 可以走出的一个震荡格局 这种震荡格局 最终我们看到大部分个股的跌幅 是0.6%左右 那么市场的话 今天下跌的加速免签800多加 而我们看到涨幅超过3%的 大概有400加 那么今天的话 指数之所以能够涨上来 主要是大金融 这个是我们前天晚上跟大家讲到的 而我们前天晚上判断的话 是在周五的时候大金融动 那么今天大金融提早动了 那么既然提早动了 我们7月20号那波行情的预期 就应该给它降低 因为它提早动了 相对应了它的空间就减少了 可能消息面一出来就往下砸了 这是需要注意的 接着我们来回到指数分时度当中 因为分时度的话 我们每天都会讲 指数这一波反弹到什么位置 后面还会继续下跌吗 这是大家心里面的一个问号 我们来解答一下 首先我们看今天指数的话 结合昨天的分时度走势 它走出的是一个震荡回落 而我们知道前面几天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高位震荡 那么本周的第一天是拉起来 拉了起来之后 它形成了一个高点 而我们知道今天指数的话 也是在这个高点附近3560点 那么前面的震荡 我们不去考虑 我们考虑昨天 昨天的话是第一波下跌 那么第一波下跌之后 半油半抽 那么昨天尾盘这个相当于第二波下跌 今天是情绪面超跌 情绪面超跌之后 伴有情绪面的反弹 而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 反弹是需要确认的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到后面的话 可能会出现二次回踩 二次回踩的话 正常情况下 是对今天超底的资金 进行一个清洗 大概率都是在第二天的上午 也就是周五的上午 因为我们知道 本周五的话 是当月的第三个周五 也就是股指期货交割日 而我们知道股指期货交割日 最大的特点就是上午的时候波动比较大 下午的时候波动比较小 所以明天上午的话 指数大概率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这个要记住就行了 那既然指数的波动比较大 板块轮动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 这种板块轮动速度怎么加快呢 简单理解就是今天上涨的板块 明天补跌 今天下跌的板块 明天补涨投资的难度为什么加大呢 因为A股是T加1 今天上涨的板块你觉得非常好 追了进去之后呢 到了第二天就被套 那今天下跌的板块 你觉得没希望 第二天直接补涨 反复打你 所以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今天哪一些板块涨得比较好 涨得比较好的板块呢 首先第一集中在钢铁 包括有色等为代表的周期股 另外化工也是 而我们看到三大金融 包括酿酒 今天也是上涨 今天指数之所以没有超跌 就是因为三大金融加这个酿酒防御 那后面的话呢 随着消息面的影响 那么钢铁等周期股的话也走了上了 这些板块要防止后面出现补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下跌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均跌服务前的主要集中在 包括前期上涨的这个通信设备啊 软件啊 另外很多周期应品种的话也是下跌的 那么他们下跌了这么多 相对于呢 后面下跌的空间也就小了 反而这些要安全一点 只要你觉得你手上持有的这个行列 没有问题的话 波动过程当中把握波段的机会就行了 在主力身上反复薅腰毛啊 又说你今天啊 手持的板块长得比较多 你担心补跌 那相对于高抛之后再买一些相对下跌比较多 第二天的话可能他就会补涨 这样做翘翘板的话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 所以一定要灵活啊 记住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商品期货市场的情况 商品期货这边呢 今天总体来说表现不错 周期股的话 寄与延期强势啊 这些上涨的目前的话又出现了分化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周期股也涨 包括农产品也是上涨的 豆油啊 豆泼啊 那这些的话说明短期主力又开始防守了 所以这个位置还不能说整个指数完全释放风险 还得慢慢来 慢慢磨 慢慢熬 指数稳定之后呢 赚钱相应自然会有啊 所以说啊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到了 指数在这个位置风险没有完全释放 释放了之后呢 涨得更痛快 短期的话有没有释放 还是没有释放啊 指数在这个位置还是有回调的风险 但是后面的回调可能只是指数层面了 到那个时候个股又会轮动起来啊 这种节奏把握好了之后 这个市场非常好做 好 我们今天的大门就到这里 祝点赞者天天找银板 大家再见 好